戴著綠色軍帽 身穿白T 影后林青霞拿起麵燒利落撈麵 直接在知名麵店當起廚娘煮麵吃 她曬出多張照片 詢問網友有誰想要吃我煮的蛋仔麵 請舉手 心情超好 門口掛著蛋仔麵燈籠 林青霞在16號來到這家 為在民生社區的蛋仔麵店 品嘗四目魚等美食 至少四年沒回台的她 從香港搭機時還巧遇另一位明星 黃秋生在臉書分享 在香港機場有位女士走向自己 戴著口罩露出眼睛顯示出高貴 心裡想著年輕時大概是個大美人 結果對方來到面前溫柔說 她是林青霞 還誇讚黃秋生演戲很好 不打擾了 然後優雅轉身遠去 讓黃秋生又驚又喜 這回林青霞來台與江振出席活動 據悉不會出席週六的金馬聖會 將角逐男主角的黃秋生 則是與王偉忠合體在廣播節目上聊 你說她做菜慢的時候 因為肚子餓 九點了十點了 還沒弄好 然後就出來了 哎呀你先吃這個 然後我就把那個 丟地地上 扔掉 現在想起來一定非常非常 真的真的不行 真的所以真的 人家說我孝順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 聊到媽媽 黃秋生後悔過往動怒 還直呼不說了 讓王偉忠感動真性情 而黃秋生也奔想戴著戰袍來台 現在這種環境啊 你可以參與的話已經很開心了 我覺得你應該尊重 尊重也要買衣服啊 當然有 對呀 所以就 哎呀 你知道最近這幾年賺錢都不多 哈哈哈哈 黃秋生坦言對於得獎沒信心 但能與引人們共同參與意義非凡 TVBS新聞中原紅天台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中文字幕秀